亡命之国还想逃到哪里去 克远 克远 你快逃 如今丞相护国弑军 父兄余生丧命于此 你恐怕也 好凶凶 公主殿下 现在整个天下都是我的了 如果 你让我好好享受享受 我倒是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啊 向大人 我早有此意 但愿你能 如我所愿 如果你让我满意的话 我就如你所愿 清浩 我闻不可 好好放手命来 不想活是吧 就如你所愿 清浩 你 看起我 你放手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有你了 你放手 好好活下去 我即日大婚 我就无法护住你 让你实质富有 好一对苦命鸳鸯啊 放箭 可怜 可怜 再放 此生有你 是我之心 来生 我还要碰你一心 天下 妙美 剑窗花 照须 你 不 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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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 不如相守 月秀 来世 放死 雪天浩 你口口声声说要给我赎罪 连这个你都不愿意 可怨 你还活着 我们逃出来了 太好了 可怨 你还活着 你干什么啊 你刚在地祖师祖摔下楼梯 我帮你检查伤口 不小心碰到了你的嘴巴 别多想 我们等就是夫妻 早已先过天地之礼 做这些 有没有什么 真愿意 嗯 薛清浩 你手法挺好 这是 我身材 这么让我不眠 怎么会没有见上 你不是他 你把我当成谁 向南周的替身骂 他也配 向南周 你贼之子 无言存世 怎么配得你提起他 他和他爹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不仅在西里 在西外也是一样 向南周居然还苟活于尸 行了 不用在我面前也行 你在房车里洗个澡 快点洗吧 走吧 正好 本宫也乏了 沐浴一下也好 从前你行军打仗回来 都是我替你快饮解答 啊 大白天呢 你干什么 一起沐浴啊 你变了 以前你都是避我入侧 现在 却完全不避我 用这个头沐浴 也如何做东西 用这个 此物长而圆 像一只鼠 如何目录 啊 此物还还喜欢 快点人 护驾 学青浩 你现在 改眼傻白天了 我被暗器袭击 你不保护我就算了 你还指责我 你不是经常换人 我这样说你 你还觉得回去 你还觉得回去 曾经的客渊 也会做这个动作 难道他就是 我以前的客渊 你同他像极了 真不是他吗 又在想想难处 你怎么老提起 这个名字呀 他也在这个世界啊 他不在这个世界 能在哪儿啊 收拾一下衣服下车 剧组的人都在车外 等着你派信 公子且慢 请问公子 你手上是何宝物啊 竟比国库里的珠宝 还要璀璨耀眼 这又是货物呀 学青浩 你到底在干什么 原来这已经不是大厦了 这里大厦多少年 我为什么会在这 一千多年 开戏 一千多年 那你怎么可能 是我的客渊呢 那我的客渊 岂不是早就成白骨了 你和我是什么关系啊 哼 我是你爹 你装分外傻打扮日 原来是为了这个 我们金主协议已经签了 结婚证也领了 你还想装失忆否认 我爹早就已经死了 你我虽然阴差阳错 但你终究不是他 学青浩 你够了 不要再一次次的 提起那个男人了 既然你不是我的客渊 那 我们合离吧 我们合离吧 姐姐 你身体还好吧 姐姐 我不记得我有一个妹妹 有什么能嫁给客渊哥哥 去死吧 啊 这是水的机 这个世界好像是我的 但我并未经历过这样的事 种种匪备所思之事 难道 姐姐你不记得我了 这个女人不会是把脑子可快了吧 不是 我见身还魂吗 这些应该都是原主的记忆 是你推的我 我没有 姐姐 你怎么能随意无蔑人呢 还敢狡辩 谋害于我 最该当诸 来人 学青浩 你养个古装剧眼魔症啊 客渊哥哥 姐姐装到头了 要不 带姐姐去医院检查一下 杀人长命 你自己鸟断 杀人长命 你自己鸟断 你疯了 客渊哥哥 姐姐不仅诬陷我 他还要杀了我 学青浩 你别和万也闹了 万一被有心之人拍到 你算不 我现在见原主身体活着 却没办法让他长命 你跟他什么关系 竟敢直呼他闺名 连这次过你都知 你眼睛未免有点过了吧 你想多了 我只是觉得 你这样称呼他实在轻浮 提点两句罢了 我轻浮 姐姐 无限我已经算了 你怎么能说客渊哥哥呢 我问心无愧 是你先还有我在先 你疯了 怎么 这会儿不装了 来日方长 有的是机会惩治你 以前的情好 不是真的 不是学青浩 你怎么性情大变啊 真是脑子磕坏了 我们合理吧 是因为那个金主协议 学青浩 你跟我签协议是为了赎罪 你还没资格跟我讨在还家 赎罪 我想把有关的事情告诉你 你听爸在做决定 他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我乃大厦国公主 新婚之日 丞相骑兵 我的驸马 抵挡住了大部分的进宫 最后却因护我而死 所以 你就穿越了 穿越 你们这儿管这个叫穿越 那 对 是穿越 看来 真得去医院检查一下脑筋 这个玉佩为什么会在你这 这是我顾家传家玉佩 传门给儿媳的 你带上晚上正好陪我去参加个晚宴 这玉佩是我顾家的 这是柯渊的玉佩 怎么 怪我给你碗了 看来我不用去找柯渊了 你肯定就是我的柯渊 一定是玉佩将领我带到这 太好了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事而复得 柯渊 这一次 我绝不会再失去你 伤风败俗 这顾客员怎会给我搞的什么一伤 听说那个顾总夫人也要来 知道你 就是那个薛家赔钱货女 听说她倒是故事商业机密 要不是顾总局势组损 还不知道顾家会因此遭遇过大的损失呢 对啊 我倒要看一下 这个顾总夫人长什么样 哎 你谁啊你 哎 啊 思求闻起来甚是香甜 还不是我自己量出来的国家豪 管你 你哪来的像八老 别红酒都不懂 你看 她好像不是那个顾总夫人呀 还霸凌十万爷的士兵已经上热搜了 这是何物 能否借我一看 这里面怎么会有我和许婉言 这真的是国家夫人 那就是 我怎么看见了谁 客员哥哥 你以前女伴都是带我的 这次怎么带别的女人来了 客员 挺好是我妻子 我带她理所应当 你怎么才来 这么着急童话总包 那你抱不抱 气死我了 我也不让你好过 哎呀 薛小姐 听说你带自助组还霸凌同剧组其他人员 这是真的吗 是啊薛小姐 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是在发现怒火吗 薛小姐 薛小姐 听说你带自助组还霸凌同剧组其他人员 这是真的吗 你现在将薛小姐退倒在地 是在发现怒火吗 这是何物啊 一闪一闪的 闪得我眼睛疼 这个里面是否有夜明珠 嗯 这下面的开窗是怎么打开的 姐姐怎么还装傻装了 欺骗记者呢 欺骗 我只是好奇 这一神奇之物 何来欺骗 倒是你 把我推向楼库说 还想故意陷害我 你颠倒黑白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你拿刀逼我让出你主角之位的 薛小姐是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你对剧组其他成员也这样吗 薛小姐 视频里你拿刀威胁许小姐是事实 到底是谁支持你这样做的 那你怎么嚣张 你给你给你毁毁了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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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就是这么 稀子 今人之事 我必将给大家一个说法 我打算报官 让衙门的人来调查清楚此事 还自己一个清白 你们都看到了 薛小姐只是一直沉浸在戏当中 那日用刀行为只是一场试戏 是吧 徐小姐 徐小姐 请问是真的吗 是 是的 来人 把他们赶出去 是 顾总 走 再说几句吧 走走走 再说说吧 这件事情 你打算怎么出 那个小盒子是什么 我也想要一个 你在这待了一晚上 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你看这个 不看 要不 我把现代人的方法实验一下 男人 你在玩火 什么 欲擒故纵 你成功地吸引到我的注意力 小东西 你看那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大早总裁小天文呀 你不喜欢啊 以后这些东西 别看了 对了 徐婉言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已经让金助理去 长安楼梯监控了 揭穿徐婉言的真面目 原来这个世界 只要领了结婚证 就是夫妻关系 没有金助协议 我也可以亲你 你是害羞的吗 用现代人方式 与客人一起生活 怎么回事 徐婉言哥哥 监控里的一切 都是误会 你帮我给姐姐 求个情好不好 让姐姐帮我 发个澄清声明 不然我以后全毁了 嗯 姐姐不会能 徐婉言哥哥的面子 都不给的 听说这部戏 是你投资的 那我是你妻子 我想让你把这个人 踢出剧组 你同不同意 同意 客远哥哥 亲好 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告诉我呀 秘贼向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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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国势军最大恶极 你竟还有点狗活于事 到底怎么了 上一日 你害死了我和客远 这一次我们两个 好不容易能在一起 居然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上一日 学进口到底在说什么 还是 向南州 听到了吗 赶紧滚 顾客远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秦豪肯跟你在一起 就是因为你逼他签了协议 秦豪对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 薛秦豪 你敢变心 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信不信我把那些照片全都发 什么照片 当然是让你身败名裂 在床上 你求我拍的那些照片 不知顾客远看了你的照片后 还会不会爱你 床上 姐姐怎么能这样呢 真是会 我说 我怎么看呢 都说圆珠和向南州关系不一般 难道 哼 怎么 心虚了 难道 顾客远也觉得圆珠和向南州的关系 当到那种地步 顾客远 怎么样 你的女人已经被我玩过了 圆珠究竟有没有做过这些 向南州 我去 时刻而迟 事到如今你还在嚣张什么呀 这些照片一旦流传出去 你顾客远就是绿帽总裁 绿帽总裁 我看以后 你顾家拿什么和我相加拼 对了 你想不想看看薛青好跟我做那种事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急了 不想让我把照片拿出来也行 你删过客远两花照 什么 删到我满意了 我就高抬贵手给你留点脸 快啊 赶紧删它 我就把照片删掉了 事到如今 你还是觉得向南州 我薛青好怎么可能为了你这个小人对柯渊动手 薛青好 竟然没有情绿帽总裁 薛青好你疯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照片发出来 啊 你少胡说八道 你根本都没有照错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臭婊子你在装什么呀 在我身边这么久不就是想让我碰你 放开我 放开我 薛青好伯跟我说 希望我多接触你 你就会给我们家投资 放开我 你今天伺候我伺候好了 我还要多迈几次 好像你把你的毒嘴去赌坊 放开我 薛青好 这是园主的情绪吗 园主根本不适合向南州情投意合 他只是被逼迫的 长照是没有 但你那个毒鬼爹早就把你卖给我了 你迟早要被我玩烂 你还敢不听我的话 你少威胁我 自始至终 我都只爱柯渊一个人 薛青好说 他爱我 薛青好从来都是人家 为了为了为了为不敢反抗 现在怎么在换你 薛青好 听说你之前摔下楼梯 这是把脑子摔坏了 要不要哥哥带你回家治一下 啊 你说这个事 你把脑子给我摔了 啊 还真是有手段 不过不雅道和热搜 也许可以好好利用一些 你之前不是一直维护小男主吗 今天怎么对他态度大变 从前是从前 现在的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我为何要听他的话 欺辱你呢 弄这些干什么 别会啊 你从前只吃打仗 我们从未有过两人相处时光 现如今有这机会 可不好好享受一下 什么打个打仗 老实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你今天吃醋了 薛青豪 真是越来越大胆 顾总 顾总 夫人又上热搜了 黑的 抱了好几个呢 可温哥哥 薛青豪就是水星圆化 有了你还跟向南桌拉扯不清 听说 今天向南桌不死心 还要来探班呢 夫人在哪 在化妆间 薛青豪明明不压着 但是我可以拼嘛 宝宝 我来喽 衣服换好了吗 是 今天怎么选在这里 宝宝 我衣服换了 就进来找你 宝宝今天怎么还玩上说明场了 你放开我 我好喜欢 你不放 你们在干什么 天呐 姐姐 你有了客源 坐坐 还跟其他门人 宝宝今天玩的这么大 不过我喜欢 前几天 你跟向南桌 是在我面前演戏是吗 不管你信不信 这个人我不认识他 姐姐你就别演他 我看啊 这个人 他就是向南桌 这个人 他就是向南桌 哎 宝贝 我不认识你 你是谁啊 向南桌呢 不是说好一起 抱抱学情好的吗 找向南桌是吧 他今天早上 刚被关禁闭了 这会儿 应该没办法 跟你贼喊周贼了 这轮得到你说话吗 哎呀 这许小姐 还真是水性洋花 天天一口一个客源哥哥 完了 还想着别人的男人 客源哥哥 不是 是这个男人自己找我的 哎 姑子 够了 你们两个 以后都不用来剧组了 女主角 有情好来带着 天青好 他又不会演戏 他能演好女主角 我会不会演戏 看我设系不就知道了 周立云做好准备 设计马上开始 天青好 我地道追兵 可还有一些生死 如今我只有你一人 毒火又有何意义 今日你我大会 我却无法护住你 毕竟全力 与你团聚 如何团聚 你少宽我了 用夫妻二人 应该共生死 老公 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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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 显得太好了 显得太让你揪心了 他果真能演戏 太好了 这个演得真棒 挺好的 请好 请好 这剧本里写的内容 怎么像是在我前世 安了摄像头 简直是历史重演 女主角 就定挺好吧 很好 我可瞒你 可原哥哥 我可是顾伯父亲定的女主角 我的剧组 他可 可原哥哥 因为顾伯父那么想让他出演 他就给他一个好了 算你是性 只有被顾伯父认可的人 才能成为顾太太 血清豪 你都不过了 你不用委屈自己的 没关系啊 到不了 到时候就给他 一剪霉 好 不过 女主角的事情 我得再好好想想 姐呀 你眼睛这么好 一定可以顺人顾总的女主角 你的女主角 你可别忘了 这部剧都是我投资的 剧里什么不是我的 所以 女主角 我肯看好你 我再想想 女主角 就定他了 是 我还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不赢我的女主角 吃薯片 吃一片吗 定爱小短剧 教我的 零腹技巧 还挺好用 我工作都忙完了 走吧 去吃饭 嗯 那去吃饭吧 哎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不想演戏 是因为 不想再经历一遍 前置的痛苦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有别的事情要做呀 再说了 我又不喜欢演戏 也是 当时我再进去 怎么 也只是我将而作难了 我们 是要会不会 怎么了 不是去吃饭吗 我要见编剧 你见编剧做什么 因为我对他感兴趣 嗯 你怎么突然对编剧感兴趣啊 姐姐听说你基本的是个男编剧 姐姐怎么突然对别的男人这么感兴趣 兴奋不散 又来挑拨 老公 你要为我做主啊 你刚才叫我什么 怎么 不能叫 金主协议里这么规定的 能做 姐姐不拍戏 每天没事做 不会只想做科员哥哥的金丝雀 混迟等死吧 首先 我有事情要做 再者 即使我没有 那我花我老公的钱 天经地义 怎么了 姐姐不介意我坐下来一块用餐吧 介意 非常介意 而且我觉得许小姐 现在应该赶紧去给点萧萧总 都管那该死的编剧 长一个公女 有那么多被删巴掌的戏 科员哥哥 你能不能跟编剧说说 把那些戏本都删了 我真的不想在剧组 每天没人打 剧本的设计 都有自己的道理 哪能说该就好 科员哥哥 够了 镇主不说话 你当我是病猫 我的男人你少碰 现在的社交平台可真发达 我要不把你许大小姐 这么敬业拍戏 被删成猪头的照片 发到网上去 啊 啊 学生好 反正也是猪头脸 在山上下也没事 啊 这副故作正经的样子 和原来的它实在太像了 你刚才说 你有想做的事 是什么 要做和我从前关心多深的事 拿什么画图好呢 嗯 这是笔记本 面脑 好像也能画图 这是 剧本吗 还有一闪一闪的小光标 对 啊 好 就这样 嗯 好 你在干嘛 糟糕 刚才那个记忆 不会就是原主窃取故事商业机密的那次吧 你在这干什么 啊 我 我进来找册子画图 没事 别待在这 看来就是了 客员不会觉得 我又要干同样的事吧 嗯 你干嘛 很好 相同的问句 一死天差地边 我说我什么都没干 你信吗 你先帮我 我不 除非你说你相信 不然我不放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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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难道就是传闻中的活菩萨 身材也太好了吧 你这一晚上都在想什么呀你 你可是异国公主 整天想这些 成何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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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什么 这 好主力 不是 这这不是要进组了吗 我想做点古典首饰什么的 那新出炉的剧本 也不准备看看了 这怎么一大清早你就有最新的剧本啊 哦 我知道了 因为你是金主爸爸 看看有什么变化 就徐婉言 是来剧组里肚结的吧 这一个个小手段 差点让我觉得古代皇室真这么惨无人道呢 看来 看去 难道 眼下清黑 昨晚熬夜了 怎么 闪动的小光雕 熬出来的黑眼圈 总是心于所有人拿到的剧本 这很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剧本有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 你看啊 这个剧本里的皇上和皇后 公主这一系列人物 一遇见徐婉言饰演的宫女 就变身恶毒反派 惩罚手段一个接一个的 那这人设不是全都崩了 也还好吧 毕竟徐婉言这个宫女是挺坏的 我写的时候尽量让剧情自然 也没那么长啊 我觉得我得跟她见一见 跟她好好聊聊 一定要见吗 处理得很不好 这剧情安排得很合理啊 竟然让徐婉言在拍戏时 甘愿受罪 还能方便后期意见你 没必要看了吧 我随口一句话 竟然让她推敲这么长时间 以后我可不敢随便提意见了 这下否认不了了吧 可原就是编剧 可原居然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了剧本 还挺浪漫 之前还装作不知道 假装自己不是大将军的身份 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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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去公司开会了吗 不 不对 你不是可原 那我这段时间 见到的人是谁 若是你在这里 我并不愿意去 清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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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可原 你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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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 我又不是谁了 可原 我只有你了 剧本是不是你写的 你到底是不是可原 你到底是不是 这脑壳的毛病还没好 哎 清好 清好 不是我说你 一个大男人怎么照顾媳妇的 泡个澡都能让他溺水 以后不会了 我会盯紧的 郭总 老爷子的电话 喂 你怎么回事 你给许家姑娘安排的什么角色 这是我投资的戏 你连这也要管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什么态度 就这态度 我再急速受罪 你也别想好过 清好 徐万言 你怎么在这 可原哥哥 我是来看清好姐姐的 走开 你给我下药了 不是 可原哥哥 不是的 是姐姐推我 去 查一下里面的成分 要是构成犯罪 你就送他去警察局 是 不是的 可原哥哥 这是一些过敏源 发氧的罢了 不是什么有毒的东西 滚出去 可原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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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受到惊吓 我这就去叫医生过来 可原 你还没有告诉我 这本是不是你写的 我不需要你来照顾 怎么突然 又这么冷 你又在胡闹什么 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好了点 你就开始嗜宠而交 痴心妄想是吗 对 我就是痴心妄想 以为你是同我一起穿越过来的大将军 我以为我们可以绝出风声 抛开国仇家汉 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 可是我发现我错了 你终究不是他 你又在胡说什么 他是谁 你又把我当成谁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这本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是我 真的是你 一字一句 都是我写的 你果真是我的可原 所以 这些都是梦 对吗 什么梦 有时候我真觉得 你说的话有些莫名其妙的 你怎么老是反复长安 要不要叫医生 再给你检查一下 不用 这么晚了 你要回去 没 我坐在这里 照顾 雪清豪 你给我等着 可原可可 只能是我的 公司领事有事 我走不开 你先在医院待一会儿 我一会儿去见你 放心吧 我这么大人了 自己知道怎么出医院 再说了 金助理不都已经过来接我了吗 要我已经下好了 一会儿可要好好拍 放心 你兄弟呢 准备好没有 房间里的女人 他可要好好享用 您放心 我保证 我保证让他遇见一遍的 薛清豪 这次的证片 可不是批的 顾总 各部门这个季度 基本都完成了考核 顾总 顾总 夫人不见了 什么 来陪小爷玩玩 快 查出镜头 到底在那个房间 是 不走 就在这一层 找到了608 哈哈哈 你干什么 放肆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忍得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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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悦 你来了 你 你别误会 我可不是无辜 打人的 是他先冲着我耍流氓 我就只好 把他带下去 是 走 还好 你没事 我回家 怎么样 有没有脑里不舒服 我没事 药效已经过了 那就好 少爷 许小姐在门口 吵着要见您和夫人 那正好 去看看 他又要搞什么鬼 你为什么会相安无事 为什么 是不是你指使那个小混混对我 倒是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老子一定要拿你狠狠的出气 啊 啊 他救我 啊 啊 颠倒黑白 明明是你指使小混混加害于我 现在还想玷污我的心白 你 小王爷 你要是再赶上合情 这一块我对你无客气 后院哥哥 你不要被他骗了呀 那个小混混早就被他收买了 要是他算计好的 你不要被他蒙蔽了呀 许婉言 我再对你说一次 要是再指引你下去 就别忘了 先去见 雪静浩 早晚有一天 我又拿我遭受的这些耻辱 千万倍的还回来 选哪一条好呢 想要什么 随便选啊 哎哟 这不是薛家大小姐吗 一个靠着卖身上位的臭表 哟 有好戏看啊 虽然我不知道你算女人聪 但是 你好像在说你自己 你当初拿花瓶砸了响大哨 你爹为了赔罪 让你去共家偷东西 没想到 你已经靠着这种鼓励 居然不懂权力 哦 我知道了 你是这种 雪静浩 你这是什么眼神 怎么 伤势好得差不多了 你这么关心我干什么 哦 顾客渊 没能满足你啊 嗯 看来上次教训的还不够 要不咱这回再试试 雪静浩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种地方 啊 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 哼 大家不知道吧 这个女人啊 她爸是一个毒鬼 败坏了家里几代人的基业 后来啊 她就卖她女儿啊 哦 不是吧 原来是这样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你现在花的钱 没有一分是你自己的 你不过就是一个被金主包养的文物而已 哇塞 这也太急包了吧 什么 原来先把小姐是被包养的 你就是这样当上比较夫人的吧 我和金浩 确实有钱 大家听清楚了吗 他们有金主协议 是包养关系啊 我们不是包养关系 我们是夫妻 对 我们是夫妻 谢清浩 你在高兴什么呀 你俩连婚礼都没有办 你们不过是契约婚姻 三年之后 你们俩就没有任何 什么 我们就只能在一块三年 新主协议里不是都行 协议上面写了什么 你说给我听听 原来你这种是夫人 去得当三年呀 看约生死 看约千年 结果到头来 我只能和客运 工作三年时光 不行 是时候 行事全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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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了 全都给我包起来 刷他的卡 学乡好 你在嚣张什么呀 我刷我老公的卡 咱们继续 还有 就算你想让我刷你的卡 我还不给你机会呢 好 走 回去了 好好被我看着什么金举心意 这是机会 啊 啊 三十名游戏不够 更合逢三年 怎么了 不行 毁掉金举协议任务坚决 我得好好规划一下 啊 那就这么决定了 晚上就这么安排 好的 薛小姐 所有费用都刷这张卡 薛情好 怎么又是你 不知道我烦你吗 你现在倒是花男人的钱 越来越得金应手了 哟 这才几点呀 又换了 啊 你这是开始还是结束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最好记住这句话 以后见到我 就当不认识 薛小姐 您的卡 哎 怎么回事啊 向大公子 这位薛小姐说 晚上又和她老公在这里约会 特意提前来准备 哦 嘿嘿 闭口眼睛哦 不要睁开 好了 睁开眼吧 啊 怎么会这样 喂 让你们负责任 立刻上 怎么这么难过 我再给你补一个 你不知道这不一样 今天这个约会大有用处 现在全都毁了 什么作用 你说出来 兴许就不用准备了 你记不记得 前世你教我习武 遇到我不会的动作沮丧的时候 你就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安慰我 前世 习武 记不记得 我一开始就跟你说过 我是大夏国公主 就是你剧本里写的女主角 自从你摔下楼梯开始 就总说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 这不是莫名其妙 我是千年前的公主 你是公主的驸马 千年前的大将军 和剧本里写的一样 你这是一直在戏里没出来 还是真觉得 我是其他人 你就是他 就是我千年前的客员 我不是 你说什么 千年前的公主驸马 怎么可能啊 这怎么不可能 你剧本里写的和千年前的事情一模一样 剧本里的剧情只是我梦里经常出现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些梦 那 梦这个事情 又谁能说得起呢 你说自己是千年前的人 又是个真权 我是穿越而来 千年前我和你一起坠下城墙 等我醒来之后便被你救起 你是说 你不是原来的薛星豪 而是千年前的公主 对 圆主已经被许婉言害死了 现在的我不是他 而且你不是也觉得我和之前大不相同 我觉得 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为什么你还是不信 顾总 您怎么来了 薛小姐 原来您说的老公是顾总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向他公子 挺好 挺好 他真的不是我的客约吗 还是 只是不相信穿越这回事 说他不是我的客约 那我不能嫁给他 挺好的 怎么不下来吃饭啊 夫人一早就出去了 哦 没大招呼就走了吗 夫人说今天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 让您吃饭不用等的 青浩子从那天开始 已经三天这样 世界上真会穿越这回事 他为什么 又得坚持这样的手辞 喂 约一个脑科医生 是 哦 再画设计图啊 嗯 还挺好看的 有事 就因为 我不相信他是穿越的 他就对我这么 你这手势 做出来的效果应该不错 也许可以用在 我现在投资的系里 用在系里 重云可真一朵 对 现在古装系呢 对装造要求很高 你做的手势 古色古香 到时候应该会广生化你 也好 那我就可以 早点转购违约机 早点奔出顾家了 那费用怎么算 费用 嗯 没有 不不不 有 有的 具体多少 我让金助理你 不合同 你要是有异象的价格 也可以提出来 好的顾总 顾什么 这是契约夫妻吵架了 这是契约夫妻吵架了 向南州 你以后见到我 能不能装瞎子 不能 我还要看看 你们这三年的 纪约婚期 过得有 多差劲 你多虑了 用不了三年 什么意思啊 顾总 我是觉得 我们没有必要 继续这种 名存实亡的婚姻 约金我会赔给你的 我们合理吧 哎呀 堂堂顾总 被一个女人摔了 你们相家 是不是嫌最近过于太平了 顾客远 别以为就你会玩商战那一套 你给我等着 你说 如果有一个人 称呼从非常精密再到非常陌生 是因为什么 你是说 夫人 你知道 啊 知道 今早夫人报嫁的时候 就是这么称呼您的 我原本以为 他只是公私分明 公事公办 可是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 夫人接到医生 让他去检查脑子的电话 然后他就炸了 还打电话 让我告诉顾总您 不用再操心夫人的脑子 他没事 他怎么不自己 夫人跟我说 最近他在跟您闹离婚 非必要不联系 还说 还说什么 让我不要叫薛小姐 顾总 其实这个设计图 您没必要亲自审核 我和剧组相关人员沟通 就完全可以 这不就我费了很大的心血 戏之末节 我也要真理听我一才放心 哦 您真是费心了 剧情不过是一个梦罢了 顾总 薛小姐 许小姐自杀了 老爷子让您二位赶紧去医院 以后给我叫夫人 哦 是 薛小姐 薛小姐 你还有脸过来 不是你们死气白裂的 求我过来吗 你 婉言都被你自杀了 你现在满意了 薛婉言自杀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那么狠的心啊 婉言才流了多少血 你知道吗 要不是发现了及时 要不是发现及时 伤口恐怕都愈合了吧 你 红母 这件事情 根本就不怪 是习婉言 想找人变无情好 不可能 婉言留下遗书 说就是你身边这个小贱人 故人变无婉言的 老太婆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虚婉言颠倒黑白 这里面有那个小混混的所有证词 看清楚了 从头到尾这件事情 我才是受害者 收起你所谓的 道德绑架 这 这真是婉言干的 证据却早点赖不得 我劝你们早点去跟老爷子坦白签出 不然 我就要报官了 报官 报警 啊对 找警察把他抓起来 哎呀小薛呀 你这一把事情弄这么大吗 婉言他年纪比你小 你跟他计较干什么 他叫我小薛 哎这边这边 这边 随姐好 你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逼薛婉言自杀吗 对呀解释一下 是你吗 怎么要这样做呀 哎呦我可怜的女儿啊 就是因为年纪小不懂事 这个蛇仙心肠的女人 就要逼他去死啊 请问这是真的吗 你怎么回事 请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您再多说说吧 我本来想给你们留点命 既然如此 怪我了 是许婉言想找人 见乌于我 自作自受 我所说的一切证据 都在他的手里 请打开让我们看看 请打开让我们看看 对啊打开看看 这个文件袋里面 装的是许家的机密 是薛姐好诬陷我们 她还比婉言自杀 把文件袋交出了 如果里面真的装的是 商业机密 造成的任何损失 我顾客渊 愿以一己之力承担 谢谢你 顾客 快打开让我们看看吧 快快快快打开吧 看看 拿出来吧 拿出来吧 徐婉言出来了 徐婉言 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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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情真相到底是什么 说几句吧 快说些什么吧 你们不要再为难我妈了 婉言 你沙口刚缝合 你沙口刚缝合 怎么就出来了 我不想看到你的为难 虎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对呀 是真的吗 是我自己要自杀 跟薛青豪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要自杀 你那打开让我看 老师 孟小姐 搜搜吧 婉言 婉言 徐小姐再说几句 再说点吧 顾总 学小姐 徐小姐自杀明显另有引擎 对呀 告诉我们实情 顾总 请说一下吧 影响不了我们的问题 徐小姐自杀是不是另有引擎 顾总 请说一下吧 徐小姐是不是受到了 你的威胁 不敢说实情 我再说一次 自始至终 徐婉言他都是诬陷于我 他的自杀 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你去告诉那些记者 让他们别乱写 是 顾总 老爷自让夫人晚上过去一趟 好 他刚才护我时的样子 与我的客约如出一辙 他 真不是我的客约吗 第一次见长辈 总归还是要准备点礼物才好 真是你 薛秦豪 你这个杀人犯你还敢出来 什么杀人犯 你 你 顾 顾总 怎么到外面来了 也许我可以再试试 也许它是真的 只是不能接受穿越这回事 秦豪 你没事吧 哦 没事 我想着说第一次见长辈 要好好表现表现 反正我约金还没涨够 他又总是让我想起我的客约 不如先按照金主协议约定的 做好自己该做的 我得先回去换个衣服 走吧 先回家吧 好 他的态度终于装好了 看来 会又继续再不及 薛小姐 爸 您叫我清好就可以 当初你和柯源结婚 我是不愿意的 所以直到现在才见你 那爸 你现在是接受我了 既然你装傻充愣 那我就直说了 离婚协议 我已经拟好了 离婚协议 对 你现在立刻就把离婚协议签了 然后离开这个顾家 爸 你说过今天 不提这个事的 因为这个女人的黑料 公司顾家暴跌了多少 你不知道吗 我不想顾家和一个杀人犯 扯上关系 真的顾先生也是这样 只相信自己想看的 不愿意相信事实的真相 你叫我什么 我说过很多次了 徐婉言自杀跟我没有关系 而且小婚婚的证词 我都发出去了 可您还是不信 我不管你怎么狡辩 今天这个婚必须离 爸 我是不会和情话不关系 我们绝对不会分开 你们 你们给我滚 今天委屈你了 没有啊 倒是你爸 被我气得不轻 现在就分得这么近了 那 改天再去端门拜访 我们的父亲 毕竟我是晚辈 舆论的事 你不用担心 很快就会平息的 想要彻底解决这件事 得用我的办法 你看你 还真想得去手 现在倒口还疼不疼 妈 都是值得的 你没看到 学青豪现在被骂得有多才 我也看那个女人不顺眼 今天我再去和老公念叨念叨 非得让柯渊和那个女人离了不可 他们两个一定得离婚 柯渊哥哥从小和我一起长大 他本来就该娶我的 原来是你们在给我公公上眼药 你一直想要嫁给柯渊 是又怎样 学青豪 你来 是要求我高抬贵手吗 哼 求你 你想怎么高抬贵手 你只要跪下来 求我原谅 再和柯渊哥哥离婚 我就发声明 成亲不是你逼我自杀的 那你诬陷我霸凌你 又披我验照造谣我 再找小混混侮辱我清白 这装装剑剑怎么算 当然什么都不算 你就自己认下好了 反正现在没我亲口给你成亲 网上那帮蠢货是不会信你的 是吗 那倘若我不按照你说的做呢 学青豪 我劝你老老实实的按照我们说的来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现在我倒要看看 没有好果子吃的是谁 你敢录音 我不请我敢录 我还敢发呢我 顾总 关于最近您夫人的传闻 您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呢 首先 我希望可以用她的真名来承诺她 清豪 你有没有做过这些事 我知道 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真相 我永远相信你 我永远相信你 万言 客远哥哥怎么可能为你接受采访 他原来可是对这种事很抵触的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学青豪 你别太得意 顾伯夫都被你欺进医院了 你以为你和客远哥哥的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 什么 我公公住院了 挺好 你也知道老爷子住院的事 嗯 进来了 不许他进来 我顾家容不下这么个人物 爸 我好歹是位女士 你能不能有点绅士风度 你 你来干什么 看看我有没有被你气死吗 爸 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 不要生气了 哼 爸 既然你不欢迎清豪 我就带他离开 你 你个逆子 你就不担心我生了什么重兵吗 爸 您就是一时血压上来 住正常时间院也该出去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不孝子 我刚才已经把录音发出去了 估计被骂逞货的那帮网友 会千百倍的把徐万言骂回去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徐万言 他是在娱乐圈彻底走下去 甚至出门都会被人人喊 徐万言 顾伯夫都被你气进医院了 你以为你和客源哥哥的婚姻 还能继续下去吗 婚姻 眼前的这个人 当初和原主结婚是为了什么呢 是因为报复吗 徐万言 是不是你一直在无情休息好 不是我 给你快点回答 徐万言到底是不是你 徐万言 徐万言 事实对真相到底是什么 不说一点吧 请你快点回答 是不是你 给你快点回答 徐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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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万言到底是不是你 爸 你看没看见那个网上的最新消息 你中意的儿媳妇好像疯了 现在网友都让他去那什么 哦对 精神病院 对 什么 精神病院 嗯 网上消息铺天盖地的 这徐万言 为了陷害我都能对自己动刀子 真是够疯的 那网上都是乱写的 没有真凭实据 嘿 到我这就是千针万确 到徐万言呢 就全都反过来 双标的小老头 哎 你还消呢 再消就只能啃胡了 确实不能再消了 哎呀 这既然来都来了 我就给您安排做个体检吧 您等体检结束出来 咱好出院 祝您身体安康 没必没在 你这是愿我没跟你爸好好说话吗 怎么又我爸了 嗯 老爷子那边我已经和他说过了 他如果真的想管的话 就让他自己去管公司 感着他一些 然后 你就一贫如洗啦 然后我就进一步大权在握啦 哦 我爸 现在可没心思去管那些事 他越想管 越管不了 确信号 你怎么在这 唉 一波钢瓶 一波幼气 哦 你是陪我来医院做检查 对我不会是余情未了吧 向南州 你来这干什么 我来医院做检查 嗯 看来向大少身体不行啊 没想到你这么在意我 上次你特意在我面前说要跟古科元离婚 你这是在暗示我 我的确是要和科元解除婚约 海少公里 海少公里 无论如何 契约关系是不能继续的 虽然说呢 你嫁过人 但是 只有过顾客渊之一个男人的话 我也不是不能 啊 这不是你给自己脸上贴金的理由 雪晴 你这个贱人 我找不了你 哎呦 向大少怕是要救伤复发了 你还是再去做做检查吧 别到时候啊 一辈子都好不了了 雪晴好 我要杀了你 哎 向家现在在谈什么上目 抢过来 顾客渊 你 怎么 一个项目不够 我告诉你 别让我再看到 你还在丢成青鸿 顾客渊 雪晴好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饶不了你们 哎 喂 上次卖女儿的钱花完了没 想不想 靠你女儿再赚一笔钱 想 想 想就听我的 项爷 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您请 我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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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穿越了 父皇 你也穿越了 什么 父皇 是不是你拍的戏 那是我根据剧本风格 给剧组人物做的设计 我不关心这些 不整业 他是我父皇 不像 可他分明跟我父皇长得一模一样 哎 你真是翅膀硬了 嫁进顾家 就连我这个当爹的誓死誓活都不管了 看来果真不是 我父皇可没他这么厚颜无耻 爱不得金主协议里 让我别再和薛家人有任何天恋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出去吧 站住 你个赔钱货 我说话你敢不听 好 我这具身体好歹跟你有关系 我受你这一次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离婚 当初不是你拱着手把我送出去的吗 当初要不是我 你还能嫁给顾家 你有什么好怨的 什么意思 我还得好好谢谢你卖女儿 你还敢顶嘴 我当老子的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给我离婚 谁怎么敢催我 顾总 您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在这里 还不需要和你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太久没见女儿了 来续续救 你动手了 没有 没有 顾总 他动手了 他还让我跟你离婚 抱歉 顾总 我当老子的 哪有给一个赔钱货 道歉 道歉 是不是都太便宜他了 正好 你说怎么办 你说了 顾总 你看他这样子 像不像网上引君子的照片 要不然 你给他送戒毒所去 怎么样 好 都听你的 什么 是向南州 指寿我这么干的 他说 只要我能让你们离婚 他就能给我一大笔钱 向南州 你又赌了 乖女士 你要是给我钱 我不是也犯不着 和别的男人 要钱不是吗 薛剑一 别那么生分 我可是第一个 把你女儿看光的 向南州 你这口嗨 也要有个限度吧 口嗨 我上次说 有你照片的事情 是真的 不仅照片 我还有你 一丝不挂 搔手 弄姿的视频 向南州 你造黄瑶上瘾 是不是 是你亲爹给我的 你不知道吧 薛家的浴室 被你爹安过摄像头 薛家的浴室 被你爹安过摄像头 你爹是个赌鬼 他缺赌资 就来找我 我把那些照片买了 哎哎 现在那些视频 已经被我发到网上了 向南州 很好 你很会作死 顾克远 你威风 你疯狂 你处处强过我 可是现在 你接盘了我 看光的破鞋 现在不仅是我 所有人 都把你身边的破鞋 看光了 你想多了 现在网上 已经没有那些东西 不愧是薛家 处理起事情来就是高效 可是那又怎么样 你们删一次我还可以发 清白儿子 还真无论在哪个年代 都是害人不浅的东西 你要干什么 你别乱来啊 要是你让向家断子绝孙 我也不让你好过 向南州 你找死 那我就奉陪 我明天 想办一个记者会 想劳烦顾总帮忙 不知道顾总愿不愿意 愿意 好 谢谢顾总 应该趁机提个条件 最近晚上挺好 我才喊我顾总 你怕是忘了 你手机里都有什么 而手机 又在睡手里 孙晴浩 你已经用我手机 害过我一次了 你还想干什么 害你的从来不是我 是你自己做的那些恶臭事 之前那些都是小打小闹 你手机里没爆出来的 才是真正共理自食恶果的 你个臭婊子 你把手机还给我 信不信我弄死 向南州 你活腻了吗 好一对狗男女 你们要毁了 我就先不让你们活 记者会的事 我已经让金助理去准备了 谢建业我也安排人去找 他竟然做出这种畜生不容的事 我饶不了他 谢谢你啊 没救顾子 可以没人物 是好 还是不好 客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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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秦浩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打电话叫救护车 行了 注意别沾水 别用这只脚走路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医生 回去让公司的人 拟定一个向市收购计划 收购向市 顾总 虽然向南州这次做得很过分 可是收购向市 恐怕 现在不是最佳时候啊 是向市的人 自己觉得活够 是啊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这次真的是万幸 向南州这么做 一定是为了组织记者会召开 没错 但是记者会召不召开 都没什么关系 反正 我早已经把手机交给警察了 你最近用词 怎么都那么多的 啊 因为想要更了解 这个陌生的世界 所以学了很多心思 我之所以召开记者会 是因为想让向南州 被通报的事情 被更多人知道 向南州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 也挡不住他接下来 在牢狱中度过的命运 今天的事 也会记上你 我会向有关部门 提供证据 其实 我有件事 一直想问你 什么事 你为什么会去 会去我 为什么这么问 真是因为 想把我当晚物 报复我 说他不相信梦 不相信李春月 这份事 那么他娶我 和我盯力三年夕约 又是为什么 我 你给我挂了回来 带上那个女人一起 跪下 跪下 大清不是早亡了吗 而且客源头受伤了 你连句关心都没有 上来就披头盖脸的指责 我教训顾家人 轮不到你来插损 爸 您刚体检完 要遵医嘱 这么大气象 当心下次再去医院 就不是装病了 你 管管你的好媳妇 这个老狗太气人 我都会不可约好 呀 您这是承认了 哎呦 到时候呀 可必反悔 我听 公司里的人说 小小狗像 对 胡闹 像你 处处跟故事一断 早该缠绝 你也知道早就该缠绝 要是那么轻易 能缠绝像是的话 你至于等到今天 才做这件事情吗 我有把握 代价呢 呃 那个 要不 我现在打断一下 或许现在 就很轻易 什么 妇人之见 封建社会 原来这么烦人的吗 现在报道 应该铺天盖地了 不如打开电视看看 算了 拿手机看吧 手机比较方便 呀 现在都已经爆了好几个热搜了 上次有这等网络盛况 还是以我为主角 哼 你还很责疑 有什么消息 你走 总而言之 大概就是 向南周把刑法不让干的事情都干了个遍 现在 警察叔叔已经将之神之以法了 真的 真的 这本来我今天要召开记者会 就是打算揭露向南周的 不过现在看起来 效果有不差 没想到让你这个女人 误打误中 回去吧 你脚还没好 我帮你 不 功课员 我们两个 三十万 你抱我 也只是因为金主协议吗 哎 你还没告诉我 你到底为什么会娶我 不是说过了吗 你确取故事精密被发现 作为补偿 要和我保持三年的七月婚姻 果真是我想多了 我还以为 你取原主 是因为他让你想到了我 放我下来吧 我自己会走 为什么签金主协议 他不是总就清楚 请好 一起吃早餐吧 我自己做的 从前的客约 行军打仗回来 从来都是远抛出 他们果真不一样 不了 哎 请好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你先放开 徐万言 能不能别再打电话了 客远哥哥 你先听我说 你难道为了学习好 那个女人 连孤不负的生死 都不管了吗 什么 客远哥哥 快来医院 就什么都清楚了 爸 确实 怎么 这次还觉得 我是装的 检查报告上 白纸黑字 写着呢 我生了病 只有婉颜 能跟我配刑 你们还有什么 好说的 同意吧 义 你知不知道 徐万言答应 给老爷子换身 条件是什么 真的 我们离婚 那 你真的不想 和我再继续下去 我们的契约关系 本来就不该存在 我不同意 你个婚小子 婉颜有了你的孩子 你过去他 还配奏我顾家人吗 我跟徐万言 怎么可能有孩子 秦浩 你听我解释 我和徐万言 根本没有发生过关系 孩子不是我的 我们 听开吧 我再说一遍 无论他怀的是谁的孩子 我们的关系 都不连在这样 现在是你啊 我怀的就是 柯源哥哥的孩子 他以前经常来剧组看我 我们的婚姻关系 自始至终 都有名无事 如果你当初 是因为新月 有了和我在一起 那现在 就不会变成这样 有名无事 你想要我给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你对我并没有感情 我们又何必继续 秦浩 好了 违约金我已经凑齐了 这几天就可以奉上 明天 我们明正局进 秦浩 让他逃 他这种女人 不配做我顾家儿媳 那你觉得 谁配 这个毫无体现的女人吗 柯源哥哥 别听 你愿意要个 无名无姓的女人 我没意见 但是 别让这个野种 跟我有任何关系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徐婉言他自己 自作自首 他就自尽 什么 不是的 伯父 你听我说 我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是柯源哥哥的 那天 他喝醉了 哎呀 最好 你到底为什么 一定要和我分开 别这样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跟我在一起 就只剩为了报复 违约金已经给你了 也算是一种弥补 可是违约金那么多 你又怎么凑得起呢 不行 我现在得保密 顾总 这段时间以来 很谢谢你 我出来这个世界 因为有女人 才能这么快地适应 那你还是要跟我分开 感谢 不是维持感情的基础 望复也不是 谁说我去的 是因为报复的 喂 顾总 项家公子 为顾的消息开出之后 项氏股价已经如您所愿 大跌 现在是收购项氏的 大好机会 好 那项氏 从今天开始 让他干杯 禁锢 顾客源收购了项氏集团 不对不对 不是客源 是顾总 没事 大不了 不管我叫客源 但是可以管我叫孩子 他爸 不是不买我们 龙龄屎 今天 我就要把我们 婚姻关系阻施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什么 啊 没事 我突然想起来 明天 不是要去民政局吗 是啊 上午十点 怎么了 离婚协议 太晚了 明天再说 顾总 和事情的方式 这么特别啊 在离婚之前 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的婚姻 好说 你先把衣服穿上再说 我刚起完走 先不穿 行吧 那你说吧 你想谈什么 你不是很遗憾 我们夫妻 有名无识吗 那我们 你打住 咱们两个都要离婚了 大可不必这样吧 为什么非要离婚 想谈 也不是不成 那个 不还有 财产分配吗 你看故事 家大业大的 一时半会儿 也封不完的 那金主协议里 不都写着吗 你我离婚之时 顾家的一切 都不属于我 我到时候 尽身出户 我当时 为什么要 对这一条 那 还有 别的呢 还有 顾总 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呢 可以去找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度过一生 我呢 去寻找我的那个人 我的客运 会不会也在别的地方等待我 一定会的 顾总 请吧 她的那个人 和给她违约金的那个人 不会是同一个人 不行 这设计差 一定是 你是说 幸好用设计的股分手势 获得了国际大奖 还有顶级奢制品牌 跟她合作 是的 大奖的奖金和顶奢品牌的合作金都非常高 还有其他 像薛小姐 还有其他各大品牌 向夫人伸出橄榄枝 一个亿的违约间 夫人很快就凑齐了 原来是这样 顾总 您今天不应该和夫人去民政局离婚的吗 您一直躲在办公室 也不是个事啊 夫人都快把我们的手机打爆了 跟清浩哥做的那几个品牌商 不是还没打款吗 现在在保密阶段吗 是的 那就动个小手架 您是要断夫人财路 您不怕夫人 想什么呢 我只是让那些品牌方打款慢一些 我怎么会阻止清楚 实现自己的答案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轻松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轻松 这顾客人到底在忙什么呀 他怎么都不接电话呢 哎 金晨晨也是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行 喂 我给你打电话 打半天 你为什么都不接 您好 薛小姐 我们是月光品牌方 哦哦哦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 抱歉 今天的违团 没法给你计算 什么 违团今天不能接给我 是的 我们会进货 那进货是什么时候呀 哎 我的违团 我的违约金 我的离婚 看来 这会很有希望理 给他打电话 我的离婚 哎 那个 钱的事啊 我们可以商量 不好了 金晨晨 顾总他住院了 怎么了 你说 顾总他脑震荡又发了 脑震荡 是因为上次车祸那次吗 对啊 夫人 上次他是为了救你 才被撞坏头的 您可不能丢下顾总不管啊 清昊 我 我 顾总 顾总你怎么了 夫人 您快来啊 怎么能严重成这样 果然 往上的消息不可信 快快快 赶快去医院 顾科远 顾科远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多汗呀 真是冷汗 哎呦 伤口疼 还疼 纱布不是都摘了吗 我脚伤比你严重都好了 你觉得怎么还没好啊 顾总他 发烧了 对 就是发烧了 你看 顾总身上这么多汗 体温还这么高 这 这都是脑震荡的后遗症啊 脑震荡的后遗症 是发烧 呃 是啊 我搜搜 我就 昨天晚上 睡觉着凉了 今天 发烧了 发烧了 那你以后要是在家的话 也得把衣服穿好 虽然以后顾宅 只有你一人 不怕有伤风化 但是这在 洞着的住院也不好 只有一个人 是怎么讲 医生说了 我发烧了 得发发汗 发汗 那你盖几被子 盖上 你干什么 他最近怎么 总爱和我肢体接触 企约还没到期 我就有权利 让你履行义务 你就是这么对待清楚的 多什么 我本来今天 是要给你违约金的 但是 出了点突发状况 那 协议一天没到期 我就有权利 让你履行义务 对不对 你想履行什么义务 陪我睡觉 什么 我说的就是单纯睡觉 像我们在医院一样 我们现在 再闹离婚 不太好吧 那你把围约金给我 现在就了 好 那就依你 学情好 我每拖大掉孩子 都失败你所赐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怎么真和他炫离 喂 为什么 连个棒都不叫 现在跟我回老宅 我有事和你说 老爷子 又不知道发什么邪火 你先回家吧 我先回你家 我家 校风这么轻吗 不行 清楚协议有规定 我的话 你必须无条件付错 所以今天 你就要陪我 蹭你 你最近怎么爱行使权利 结婚这么久了 我还没行使权利 你就要跟我解约了 那我还不抓紧时间 好好把原来的都讨回来 这围困怎么还没打过来啊 大庭广众的 像什么样子 放开 我倒是想了 那和你家顾总 南京主协议威胁我 我和清豪本就是夫妻 这样做举动 有何不妥 你 算了 今天叫你来 是通知你 今天开始 任婚言做你的干妹妹 什么 什么 干妹妹 傅伯父 我不想做科研哥哥的妹妹 你这是什么情况 认准的儿媳变干女儿 婚言 我答应过你父亲 要好好照顾你和你母亲 如今我养的逆子 不愿意娶你 我也不想你嫁给他 以后受委屈啊 顾伯父 我不委屈 只要我能跟科研哥哥在一起 我什么都愿意 你愿意认谁当什么 跟我都没有关系 说吧 叫我来什么事 逆子 我让你认婚言当干妹妹 就是希望你一直 如兄长一样照顾她 打扰一下 您自己认干女儿不行吗 我还能活多久 要是我没了 这个逆子不管婉言了 怎么办 你还挺照顾她的 怎么 她救过你的命啊 她没救过我 她父亲救过我的命 我和她父亲曾经是战友 原来是这样 合选恩情 还要负债子偿的那种 还是要偿还一辈子的 你不觉得很过分了吗 我顾家的事 不用你一个外星人插嘴 那你的事情 也别让我来跟你说 我之前因为你这份情 对许家已经做得够多 你真是跟我说话的太多 你别忘了 你现在的身份地位 谁给你的 我的话你敢不听 这些年故事 都靠我顾客渊一人 我顾客渊即便不信顾 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我顾客渊想要的 不必靠别人施施 靠我手中的剑 我可以自己取 别护思乱想了 他不会是我的客渊 别护思乱想了 他不会是我的客渊 财掌权几年 就如此心高气傲 我不是心高气傲 我本来就有能力做这些 好 既然这样 那你就不要用 我顾家人的身份行事 不照顾婉颜一辈子 这个总裁 你也不要当了 也好 我从前一直不解 不管许婉颜 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 客渊为什么一直不与深究 原来是这样 他不叫你顾主吗 相信客渊为了替你偿还勤奋 这些年 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难道许婉颜人品如此低劣 你难道还想让他纠缠客渊一辈子吗 可是我答应了我的战友啊 我不能违背当年的约定 既然你觉得 没了故事 我什么都不是 那只故事 我就不管 放肆 你这是为了学行好这个女人和我志气 这要是在古代 你就是要美人 不要江山的昏君 他不是昏君 可愿为保家国 在陈桥上战死 怎么会是他说的这种人 你想到 他这么为何 那为什么 还要和我分开 看着我 就像在看别人 好几个望 他一直山上要找的人 是那个走位的风 如果 他真是穿越而来的话 我怎么会相信 这种根本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是吗 父亲 不能再让学行后 继续把人 柯源哥哥 顾伯父 我 父亲 从今天起 我就是您刚女儿 好孩子 父亲 只有柯源哥哥 见夫妻许家 我和我妈 才不会被人欺负 我先把柯源哥哥的 疼爱分过来 大不了以后 再解除兄弟关系 好孩子 你放心 柯源 一辈子都得照顾你 好了 快点把万言认下 今天你顶撞我的事 我也就既往不救了 我说了 不可能 刚才意识情急 你们这儿的人 都这么封建吗 什么 这刚领完证 拉个小手不行啊 那 这按理说 我对故事集团 也没有造成损失 而我也会把 一以为约金付给你 看你 也不像斤斤计较的人 那 你跟我结婚 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不是 非要你赔偿我 那一个月 对我来说 也不算什么 其实 咱们两个结婚之后 你对我 还是挺有礼貌的 那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要报复我什么 其实我没有 有的时候 我甚至想过 你把我困在你身边 是不是就是单纯的 想要报复我 向南州 向南州 他也配 那到底是什么 我只是不愿意承认 我被一个梦左右了而已 什么 一直困扰我这么半天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梦 我一个爸走 要是被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走过了 传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呢 所以你因为这么一个无语的原因 还不敢承认你和原主结婚 是因为原主和梦中的人 不是的 今天天气不错 我觉得适合离婚 走 去民政局 别拽我 违约金我会给你的 我有合同 搜索我的那些合格方 不会来这 不行 我从不借人钱 也不设账 要想离婚 把违约金给我 违约金是吧 给就给 就不是给不起 我就不信了 我有合同 他们还敢欠我钱不成 既然都已经到这了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行吧 好歹也是我们最后的情分了 你有什么直说 你 真是穿越来的 当然 那你有没有 能让我生生幸福的 证据 毕竟这种事太飞锁锁了 你要是飞要那种证据 那我没有 玉佩亮了 是亮了 我也看到了 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 是这块玉佩 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可是 这玉佩 是顾家历代传给儿媳妇的 我的客运 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当初我也是看到玉佩 所以我才把你当成了她 可谁想 可谁想什么 还是认错人了 跟你说这些也没用 我们进去吧 等一下 玉佩是传给顾家儿媳的 你要是想离婚 把玉佩还给我 不 不行 她果真舍不得玉佩 不做顾家儿媳 就得把玉佩还回来 想要不还 继续和我做夫妻 怎么还能带这样的 好了 你选吧 这婚 还礼吗 我原来也是顾家媳妇啊 再说了 我和客运还没有解除婚姻关系 可是这个玉佩 是我现在这个客运的 我能够 已经接受情好 是穿越而来的事实 玉佩绝不能接 怎么样 想好了吗 我要求修改金主协议 好 可以 那这婚 不离了 那我们找个地方 好好谈谈吧 这是新的协议 看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签字吧 这个协议 真的不能再商量了吗 相信薛小姐也能明白 协议我做了很大扰 婚姻期限 从三年变成了三个月 到时候 如果你愿意 你不仅能够不付任何违约金 就离开我身边 还可以获得我顾家玉佩的使用权 我知道 可是你原来配合不是很强硬的吗 怎么突然转变那么大 因为 如果你真的只要离开我了 三年和三个月 并没有什么局 签字吧 这怎么又变冰块脸了 签好了 好 从现在开始 协议立即深散 走吧 按照协议内容 你今晚得给我参加一成文 顾总 恭喜啊 恭喜 你不是都要离开故事单干了吗 怎么还参加这种无聊的聚会啊 那你又是为什么这么尽心的帮我维护客户关系 我想着说 你都为我做了这么大的让步了 那我好歹也得礼尚往来吗 以我的能力 他们巴不得跟我合作 其实我自类你 真羡慕你这幅不普通 且又自负的样子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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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r 徐婉言 清豪姐姐 徐婉言你疯了 你这是谋杀 清豪姐姐 你在说什么 我刚才只是不小心 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呢 你打我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 知道 那又怎样 这个场合 我就不能为自己讨公道了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 你都可以做你任何小小的事 我没功夫和你玩这次 阴沟里老鼠的游戏 你背后实现阴损手段 但我就能在明面上 把你给打回去 徐婉言 我真是嫁对了人 有人给你撑腰 你再也不是从前 微微弄弄的人了 我的底气是我自己给的 徐婉言 我的宴会 谁让你来的 可元哥哥 你真要为这个女人 放弃整个顾家吗 没人可以强迫我 做我不想做的事 很快 会有另一个足够强大的顾家出现 可元哥哥 你不要和古伯父置气了 古伯父的一切 都是留给你的 他做什么都是为你好 怎么 也包括 照顾你一辈子 可元哥哥 我一直都喜欢你 你是知道的 打住了 干嘛呢你 薛情豪 你让开 给我一个理由 可元哥哥和我坐在一起 撑吧 他本来就应该和我在一起的 可不不是你突然出现 可元哥哥怎么会对我这么冷漠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这一切都因为你自自作 哎 这里的空气太污浊了 我们走吧 薛情豪 你别太过分 谁过分 薛情豪 你去死吧 天哪 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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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元你一定不能死 可元 为什么你不是我的可元 历史还是重现 我从来没有验证过 他究竟是不是我的可元 只是他自始至终 不肯相信那些不云鬼绝的事情 让我误以为 他并不是我要找的人 如果他不是的话 他为什么会有这块玉佩 为什么会让我感觉无比熟悉 又为什么时隔千年 依旧如此厚我 都是你 可元遇见你就没有好事 现在你还把他害得进了强救室 对不起 要是可元醒不过来 也饶不了你 不会的 可元不会醒不过来的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害我儿子的 可元是为自我身受重伤 可欲行兴的人不是我 你现在应该找凶手问责 而不是像我 你 我劝你现在还是安心等科元出手术室 如果真的没有事情做的话 就赶紧去把徐婉言神之以法 唉 婉言这孩子 就是任性些 可是最近做的这些事情 真的是 我做的事 卢伯父 客源哥哥怎么样了 你呀 胡伯父 我知道错了 老顾啊 孩子小不懂事 你可千万别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啊 李希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那婉言他也是不小心 他本意也不是想害客源不是吗 罢了 什么罢了 徐婉言行事恶毒 心胸的证据我已经都交出去了 怎么 你们还没有接到电话吗 妈 怎么办 我不想坐牢 顾伯父 我爸救过你的命 你不能不管我呀 客源这些年 对许师的帮助有多大 连我都知道 没有客源 许师早完了 这么多年 客源做的已经足够了 老顾啊 你不能不顾往日情分 难道你让我们娘俩 不起来求你吗 好 我们跪 唉 今日 顾许两家的情谊就此了断 什么 我儿现在正在鬼门关上呢 我们顾家 这么多年 对你们许家也无愧于心 老顾 你不能不管我们啊 顾伯父 你说过要让我嫁给客源哥哥的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呀 你伤的是我儿子呀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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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由我去说 你们走吧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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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没想到你个小老头 关键时刻还是拎得轻的 当然了 当初故事是我一手打造的 故事能延续今天的辉煌 多亏了客源 我知道 医生 客源怎么样 没事吧 手术很成功 病人的身体素质也好 如果能安全度过观察期 应该就没事了 谢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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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源 医生不都已经说你没事了吗 你怎么还不行 我多希望你是我的客源 可你不是 却又偏偏那么像他 我不知为什么我穿越千年来到这里 可是既然来了 都是凭着客源给我的玉佩 这难道 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不然我来到这儿 到底是为了干什么 谁在说话 是清好 我怎么醒不过 不 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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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月 可月 太好了 可月你醒了 清好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可月 你现在是我的客源 什么 太好了 你也穿越了 什么穿越 我先去叫医生 你伤口还疼吗 你等我 我的客源回来了 那现实的顾总 先不管那么多了 先救我的客源要紧 血清好在嘀咕什么啊 说现实的我 嘎了 我救了他 他竟然盼望着我被别的男人浑船 不对 世界上 好像真有穿越 而悟化 很有可能 就是前世的顾客源 他现在 这样关心 究竟是关心 哪个我 伤口不疼吧 医生 客源身上伤口都裂开了 还用不用重新缝合 不用 以后动作小心点就行 好 谢谢医生 我送您出去 假设命中出现 都是我前世的经历 那么既是近世的顾客源 又是青年前的顾客源 虽然这两个顾客源都是我 可血清好 明显跟在意青年前的那个 那现在 算什么 虽然自己跟自己吃醋 有点不对劲 但是为什么这个心里 这么不得劲啊 太好了 客源 我就知道 你说你会回来找我 就一定会的 不行 血清好的 现在的 是什么情况 到底在不在意 真好 我来找你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他过真正在意 那现在和他相处 一个月的 伤口什么东西 你现在刚来这个世界 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 等你过几天病好了 我带你出去 好好看看千年后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 哼 之前我想让你陪我 我只能拿出精准协议 结果现在 这 这怎么又突然冷脸了 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我去叫医生 给你打指痛针 不必了 当初我上战场杀敌的时候 受的伤 不必知道 是啊 你当初为了救我 脑口颠簸 万箭穿行 血都染红了医生 你别哭 可远 你怎么样了 他们怎么来了 等初进口 我就什么样的生事 对不起 这位老者 我有无碍 请问 你是何人 和我出来是真的 顾总 这是您父亲 您伤的不是后背吗 怎么脑子也 快 请医生来 再检查检查 是老顾总 不必了 金主理 怎么了夫人 我 我 我不是让你不要再叫我夫人吗 真是的 那个 要不你先回公司吧 我觉得顾总这儿吧 已经没什么大事了 就是以后你们故事可能得仰赖你了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们科员出什么事了 快 叫医生 好 其他问题没有 等伤好就可以了 至于失忆 很可能是因为情绪刺激太强烈 毕竟当时挡刀时情况那么紧急 射击生死 医生 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好好休养就可以了 对 这种情况注意让病人不要再受刺激 记忆应该很快就可以回复 谢谢医生 徐婉言 是你害我儿子 是你害我儿子 顾总这边就由我先来照顾吧 您要不先回去好好休息 好 可愿就由你来先照顾 我去查一下事情的真相 走 好 现在 咱尼也给他看 你还笑得这么开心 一空生意在面 辛苦你了 你我夫妻二人说这些话 未免太生存了 这就生存 这怎么生存了 我让金晨晨给你买了粥 你先吃一点 我喂你 他还喂我 现实疼好怕死 为什么就不必得到这么好的 我为他做的差在哪里 我记得 姓金的那位小生 管你叫夫人 这个 这个嘛 就是 你是 何人的夫人 我现在这个世界吧 夫人是对女性的特殊称呼 你现在不懂 等你伤好了 我到时候再多给你介绍介绍啊 是吗 嗯 你看 就这个东西 它叫手机 特别神通广大 有了它就不用飞鸽传书了 直接就能传递信息 哎呀呀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这有人给我发消息 要给我打钱 好多好多钱呢 我先去处理一下 好想好想 要是让柯源知道 我跟别人结了婚 那还得了 什么 你和别人结婚了 你干什么 徐婉言 你竟然还敢来 我 我有什么不敢的 柯源哥哥是因为 就你能处伤的 害柯源哥哥的人是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告诉你啊 你别乱来 你当初拿刀子 捅我的气势呢 现在怂了 薛情浩 我不是没赏到你吗 你敢对我动手 我说了 我不是没有办法 应对你这些阴损招数 我只是嫌麻烦 而且 你刺测的 应对你这不下座的人 简直让我觉得 有失身份 你要烫死我 顺情好 你一次 我一次扯平了 顺情好 我要是慧容 我饶不了你 干嘛呢 医院保持安静 看什么 原本你就是一国公主 要端走 可如今到了现实 也算是可以帅心 刚才 你都听到了 一国公主 臣知些蝼蚁之辈 有何不可 对 我又不是软包子 受的欺负 当然要还回去 是我没保护好你 你保护好我了 你用性命保护好我的 你还有什么好自责的 怎 怎么了 继续维持现状 可以得到清清 虽然 原来不是为亲 对 原来亲 我 可是 那是在今后 我以为我是内阁可运的 警察 才主动性 可是才知道 我看你不顺服 这对我越来越 要不然 继续终合 我问过医生了 我们可以出院了 回去只要好好养着就可以了 回去 回哪里去 这个 我的参赛奖金就发下来了 我带你去买个房 算了 连和我亲身的聚主都不愿意会 当现实的连和缘 有什么好的 没想到买房这么麻烦 这个手续办不好 这几天先在酒店中 这里很好 挺好 没关系 要不我先去教你一下 浴室怎么用吧 这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 浴室 不行不行 我怎么能在客运面前 想起那个人啊 客运既然能像我一样 穿到那个人身上 那就说明 那个人不是客运 这样 是想到现实 看来 现实能被他堆满了 你干什么 不是说 你教我 哦 雪晴好 你清醒一点 不要把两个人弄混乱 他们是两个人 原来 你也会混乱 不过我可是从来没有把你和舍下楼梯之前的人弄混过 你离我远一点 你身上有伤 别弄湿了 那 我一会儿洗澡该怎么办 洗澡 就不你今晚别洗了 你平时每天早晚都醒 也不差这一天 不是 我是说 挺好 我记得千年前 我并未告诉你 我沐浴如何呀 还有 现在 可不可以向我解释一下 夫人是什么 夫人 我要跟您坦白一件事情 哦 什么事 其实早在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我就跟别人结婚了 但是啊 只是名义上的 哦 原是如此 这就是 金助理 换你夫人的原因 是的 那个人原来 就是用你的身体 不过 在你来之前 他就已经被人杀害了 那 他对你可好 好 很好 这么不假思索的吗 他对我很好 也很尊重我 不过 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 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你想对他说什么 他还活着 这不可能 我这具身体里原来的那个人 也都离开了 现在想起来 我借用了他的身体 却还没有帮他报仇 将害他的人神志以防 我说过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一切由我都定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你都可以做你 任何想做的事 你 怎么了 不对 闲事科约 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怎么办 怎么老是 把他们两个弄混了 这头都摇成波浪鼓了 是想起来什么吗 那个 要不我们今天去 祭拜一下原主吧 什么 祭拜 他们一对夫妻 也不算好命 他们 夫妻 你怎么老是学我说话 你是复读鸡吗 哎 这个顾克约 怎么老是阴魂不散 顾克约 阴魂不散 你在说什么 要不今天就这样吧 我去准备点香火 今天就祭拜了 那个 我研究研究花仨怎么样 你先出去吧 不行 重阵虚下猛进 为了彻底把现在的顾克约 从我脑子中赶出去 我必须要做出改变 这 怎么了 古破当日 我们是否也完婚 哦 是 那完婚之后 该做什么 该 该什么 该圆房呢 圆 房 对 现在就 不顾克约 他刚还没 算了 告诉我 不管了 怎么每次都被打断 懂吗 那次 他不会 根本不是我的科员穿越过来的吧 快拍快拍 跟进方 是啊是啊 快拍快拍 给你拍给你拍 这个下贱女人 被这科员哥哥出来找野男人 科员哥哥 你怎么在这里 你觉得 你是谁啊 我在这儿何须向你汇报 科员哥哥 你真的失忆了 你不记得完颜了吗 虽然不记得你是谁 但借你 就觉得厌了 科员哥哥 你说话怎么怪怪的 就跟前一阵子受伤后的薛星豪一样 够了 你找这些人过来 拍到你想要的了 拍照这回事 古代的科员不知道 科员哥哥 我怎么知道薛星豪这个女人 这么多话招 又加不住 到酒店来 我刚才 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我虽不知道你是谁 但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和亲豪面前 科员哥哥 无需多言 对了 科员哥哥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科员哥哥 你知不知道 你身边这个女人十分不检点 不信你看 你少污蔑我 现在谁还信这东西 再说了 照片都已经删了 少用那些子虚无有的事情来污蔑我 你问了 像男主被关起来之前 说他手上有什么 是原主夫亲派的那些东西 身材不错 可惜不如亲好的 这种东西 我相信你没有传播 不然 怎么当杀手锏威胁人呢 科员哥哥 这真的是学行好那个女人 我说不是 把你叫来的这些人 弄走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那么多人都看到我来你房间 我要是出了事 你逃不了干系 害怕了 那你还不停坐摇 你一边回避 你想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这里刚好有一只漂亮的口红 要不我给你的脸上上上色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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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 你把照片给我删了 你情人太删 这些漂亮的照片 我可舍不得杀 你要是再想污蔑我 我就把这些照片全都发到我上去 这里没脸见人 学姐好 你太恶毒了 我恶毒 我哪有你恶毒啊 好了 慢走 不算 这些照片不够应付他了 亲一变 哦 不变 啊 是反应快装傻 还是我怀疑错了 嗯 幸好 我能睁眼了吗 小说里穿越都是这么样好 虽然我和顾客渊情况不同 但他如果不是我的客渊穿越过来 那他也该知道怎么接下去才是 幸好 你用什么办法才能试探出你以前的人 要不然我干脆也给他拍个照 威胁他好了 挺好 什么没有声音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 睁眼了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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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亲好不见了 赶紧给我查 这个语气 顾总 您恢复记忆了 我根本就没有失忆 赶紧给我查 亲好在哪 是 顾总 你暴露了 虽然这个办法很不可取 但是很有效 我是不是 好 好得很 耍我是吧 不是 我没有耍你 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看我一天天把你当成客渊 满足你变态的嗜好吗 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 从前不是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就是 那你呢 我做的比以前少吗 现在我的死 在你眼里 就什么都不算吗 没有什么都算不得 我竟然把你和我的客运 弄回那么多次 真是可笑 其实今天各大合作品牌 已经把项目资金打给我了 现在就把违约金转给你 我们解除婚约吧 因为我不是他 你就这么决绝的要离开我是吗 不然呢 你自始至终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说不定在你眼里 满口穿越的我 就是个笑话 以前我是不相信 可是我现在信 所以呢 信了又如何 所以我也想让你知道 即便我不是穿越而来 我也是你口中的那个人 你说什么 我是说 背后这一道 让我在鬼门关走上一遭 也让我相信了很多 以前我不相信的事 更让我确信 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人 那你为什么要装作是 穿越而来的样子 那是因为我 别跟我说是什么 让人无语的原因 不是 都是情有可原的 说 谁让 你满口都是以前的我 对现在的我 你是只字不提 怎么 现在的我 就不值得你喜欢吗 顾客院 没想到你这么傲娇 以前的我 是要征战沙场 保家卫国 而且因为我束手边疆 我们也不是时时能见面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以前的我不够了解你 喜欢上你 太草率了 那不是 那现在国泰民安 岁月安好 你是不是可以安心地做自己了 无论是以前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 对你都是坦诚相待你 一个亿的违约金 我都已经打给你了 我们的婚姻关系 不能解除我 笨 我不是笨蛋 反正你不能离开我 反正我就是要解除 契约关系 那字还没签呢 你再履行一次 契约关系里 十分重要的一个条款 什么 契约夫妻 不做夫妻 怎么可以呢 等一下 顾可远 等不了 而且 老婆 不是你主动提议要原房的吗 老婆 我说我要原房的事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 哦 你是怕了吧 怕了我 顾可远 你不会再往来到这个世界上 又已经和别的女人 徐婉言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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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 你 我没有和任何女人 包括你这具身体原来的主人 都没有发生过什么 余句的事情 罢了 暂且信你 是真的 我发誓 付的你违约金 还敢让我捋约 怎么着 也是第一次原房 那我不得好好准备一下 洗个澡 不行 刚刚动作间 伤口又裂开了 我也经理一下 洗个澡 再开个房间 速战速决 喂 向上 找到他们了 整队像架散尽家财才把我弄出来 我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好看 那您答应我事成之后给我的那些钱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还能少了你那点三瓜聊到 是是 您说的是 行了 今天把那两个狗男女给我绑过来 给你的钱 一分都不会少 放心 夏少 顾客 顾客渊 客渊 嗯 出去了吗 你去水 少废话 我经过的打电话 让他来成交仓库救你 不然 我现在就弄死你 薛锦衣 你个赔钱货 你敢知乎你老子的名字 你疯了 这就死了 这就死了 也不知道死了 还能不能回家 人去哪儿了 怎么不见了 这么大个酒店 竟然满房啊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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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薛建一 你想干嘛 辛苦的 今天晚上七点到成交仓库 不然 我弄死他 薛建一年就死 清好 清好 你没事吧 清好 我送你去 我没事 小心 小心 怎么是你 看我没被枪毙 很难过吧 你们害我一无所有 我饶不了你们这对狗男女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谢谢好 没想到吧 你小心了 我成全你 你放手 你放手 小安中 一个逆城 难敢成帝 这个王朝颠覆 全被你作祟 不是他 这里不是过去 这里不是过去 你心心一点 这里不是过去 你放手 我哥哥已经过去 七年 早就不在了 你说什么 什么千年 什么姑姑 我成了爹 挺好 我送你去医院 你们刚才 在说什么呀 是你们那个剧组 刚拍完的电视剧吗 你还敢往我跟前凑 你还敢往我跟前凑 那又怎么样 反正现在相架已经没了 我还怕你玩什么上战 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都是摄像头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这条命 不想要 哼 我就站在这 你有本事 你弄死我 来 弄死我 向导公子 您在这呢 干嘛 校长 您看啊 这次我帮您绑人 也出了不少力 您答应我那些钱 什么钱 事你办成了吗 还敢给我要钱 管管管 哎 哎 哎 校长 这点钱对于您来说 不算什么 您就当试试我 可我要是没了这笔钱还债 那帮追债的 会要了我的命的 滚 我没那么多钱钱给你啊 什么 向南朝 你打一开始就耍我 是又怎么样 你能把我怎么样 哈哈 哈哈 小静夜 你还没任性子 我劝你啊 不要再继续执迷不悟了 哼 我 你知不知道 是哪里 你杀了 那月 今天耍我 没这笔钱 我要再死 请承证 最近也杀人问财 快点人把他招回来 给他点消息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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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我没事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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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呢快来人呢救命啊 死 我们现在是医院的常客了 秦豪 你醒了 我现在确定 一定 以及肯定 你就是我的客人 现在才决定 还是不要跟秦豪说 这次 千年前的事就算终结 我头上会不会留疤呀 不会的 现在医疗技术很发达 那我什么时候出院 现在就能出院 回 我们的家 好 回我们的家 你这样扶着我 我好像一个 还餐十月 即将临盆的孕妇 会有这么一天的 人家现代人不都说吗 不婚不遇 幸福一生 不遇可以 不婚不遇 送孩子们 睡以后再说 你和夫人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 我是来 你跟我来 好 顾总 我听您的 幸好 你先进去 薛建业和客约之间 怎么会有联系 薛建业这种人 找上客约 不会有什么好事 怎么 还有什么事我不能听的 你先进去 管爱 听话 行 那我进去等你 顾总 是吧 夫人知道 您对向南州 见死不救 是一个老不如情的人 你给我一千万 我保证不再骚扰你们 不要诈我 您放心 没保证 只要拿了钱 我就走得远远的 再也不会有钱 在您面前 父女 打电话给他 我会告诉你 这 一千万有多少 我要是给你 你拿的钱 怎么逃走 行 顾总在商业 收益不二 也尽口语言 我信您一回 表冰婷 这么多年 夜夜闷到过去的一切 如今 我终于不用再做噩梦了 做噩梦的事情 怎么都不跟我说呢 反正你都知道了 那我告诉你 你能怎么办 这样我可以陪着你睡 而且 在我陪你的时候 你也不用苦撑着 就不会不敢入睡 不敢做梦了 原来在医院 你都发现了 一个傲娇鬼 那我还能当我不知道 不 你得知道 每天陪着我入睡 帮我改条 做梦的习惯 我还有这功能啊 能 让我每晚 没有经历做别的事情 就可以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可怨 老婆 我们重新 签订提款协议吧 再办一会儿 我们之前 不都结过一次的吗 就是穿喜服那一次 再结一次吧 毕竟我们 活在现实 嗯 好 但是 你得等我 我上这个班好了才行 好 我好像发现了天大的秘密 原来他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这身应该不错 你看看风格喜欢吗 到时候 我可以让设计师 专门给你设计一套 这不错 不过 你现在是无业游民 提醒你有没有注意攒家底 那我们不会办完一场婚礼之后 就要喝西北风了吧 不 不愧 我很快就能建立起比故事还要强大的商业帝国 哦 那老爷子的家业你真不管了 老爷再掌权 那就让他掌 等他掌不动了 就找专门的经理人 也是 反正他老打压你 毕竟还搞什么道德框架 你现在有这些思维 真的是越来越得心英雄啊 那是我睡意能力很强的 我说话吗 该不会是什么骚扰电话吧 成为现代人必不可少要经历的 喂 喂 薛青豪 你现在立即来你常去的咖啡厅 不去 我有你和柯渊哥哥 和不 和古代大将军 以及当朝驸马的秘密 公主殿下 薛青豪 你以为手上有关我清白的东西 就能奈我何了吗 这个秘密 足以让你在这个世界活不下去 谁让你坐下了 给我起来 跪在我的脚边 什么 现在我说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你怎么敢 你就不怕我把你和柯渊哥哥的事情 说出去吗 你说什么 你还装傻 我觉得你和从前不一样 所以我找了私家侦探跟踪你 你和柯渊哥哥四下无人时说的话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知道什么 哼 刚开始我也不信 可怜想到剧本 我就全信了 而且 而且你以为向南州死了 干嘛离我这么近 我 我 在古代 我会帮他 我会帮他 可他一怒之下 竟然把我 打我 他说 他被关起来那段世界 太缺女人了 还真是个渣男 可那是之后 我竟然开始寄起一些东西来 向南州竟然是皇帝 我竟然是皇后 不是 没想到他还真成了皇帝 他搞起了后宫 后来 我梦里的事情 被向南州知道了 他是 他被关起来的时候 也梦到了一些东西 他在现实一无所有 就想着跟你一样 穿越回去做皇帝 不是 为什么你们想穿越 就能穿越 你的玉佩啊 玉佩 哎呀 糟了 这段时间 我竟然没发现 我的玉佩去哪了 你这就叫乐极生悲 谁说玉佩丢了 玉佩在我这儿呢 啊 向南州不是趁乱 把玉佩捡起来了吗 我又不是瞎的 我以后再也不会弄丢了 没事 不管你有没有玉佩 都是我顾客渊的媳妇 啊 这么说 向南州根本没有办法 穿回去当皇帝了 这不是好事吗 现在你的人被自己捉死了 却要替他难过 是啊 前世我给他做皇后 不过是家族联姻罢了 我对他也没什么感情 秀万言 你一次一次 够 可元哥哥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 我今天约薛琴好来 只是想跟他确认一下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 确认 然后呢 在这个世界 我什么都失去了 甚至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 我在这个世界 根本活不下去 你们许家滔滔家底 应该也能有不少钱 够你和你母亲找个地方隐居避逝吧 你是说 哎 你当我什么都没说 你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又赖乖到我的头上 哼 薛琴好 你好像也不是那么差劲 哼 谢谢 走吧 头发怎么吃 回去洗个澡 为什么可元哥哥不能是我的呢 真是便宜薛琴好那个女人了 顾总 薛琴也被抓了 薛琴也杀人未遂 又来敲诈您一千万 数额巨大 数罪并法 恐怕 他这辈子都在楼里出不来了 干得好 不过 现在不要再叫我顾总了 我已经没有职位了 您 真的不要老爷子了 到时候 我按你来新故事 好 谢谢顾总 干嘛这么着急 回去洗澡 顾总 我永远都愿意跟着你 看来这以后啊 无论是男人和女人 我都得防着 等一下 玉佩也不能弄丢 房间里就我们两个 怎么能弄丢 再等一下 那衣柜呢 衣柜里有没有藏人啊 你是不是怕了 我的公主联想 那 那你轻点 现在 终于没人打扰我了 谁呀 我手机明明关金银嘛 好像是我的 哎呀 你说我都来这这么久了 还没见过一个电话呢 要不我接一个 好 喂 你好 学青好 你是不是没存我手机号 牛老 这又是生病了 我正常体检 您这体检次数可真是够多的哈 查一下嘛 行行行 你闭嘴 要做顾家的儿媳 必须得讲规矩 一举一动啊 都要端庄贤淑 你爸这是干什么的 给自己招待剑下吧 真是个傲藏的小网头 爸 我和柯渊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你和柯渊都管我叫爸 我去参加儿子和儿媳的婚礼 还要什么请柬呢 故事 你真的不管了 不管了 我可活不了多久了 什么 是真的 那是故意高高 爸 你也别多想 您看你这儿现在也都八十多岁了 按理说就算是不生病吧 他也 胡说 好了小老头 到时候呀 先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 说不定啊 重重洗 您这儿病就好了 您这儿才早期 这一敷丸跟你一样 清红 我的气 相公 我终于写完剧本最后一集了 学大编剧辛苦啦 不过 男女主的名字 为什么跟我们一样 我正不是之前做了一个梦吗 梦里我是公主 你是大将军 我就心血来潮写了一个以我们爱情为基础的剧本 老公 你不喜欢 怎么会 我可喜欢 我立马投资 把你的作品 拍成演示剧 最后是 还不忍耐了一个 小气 优优独播剧的